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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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他特别害怕是肾胎 所以第一时间就给我们发来了这样的一个检查报告 说到这儿呢 我想问问我们陪诊团 我们阿志跟小鱼 你说我们做到这么长时间节目了啊 节节可没少提 那我们只要一提到节节 应该都会有一些固定的概念 固定的认识 我相当熟悉 我都害怕了 你一听这个节节就不是什么好词 肺节节 肺节节 还有甲状腺节节 对 那不就是肿瘤吗 吓你 你说这个肿瘤还算轻的呢 那有的这个肿瘤就变成癌了 这您俩说的 听起来挺有道理的 你说是肿瘤 啥是肿瘤啊 肿瘤是不是就是老百姓认为 肿起来的 死肉嘎的 对吧 一团死肉嘎的 没有血管 良性的 对不对 小鱼干脆讲了 有可能是癌 癌是啥 癌是恶性的 对不对 但问题是 刚刚向我们发来求助这一圈 他说是发现了肾脏节节 他可没说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 今天我们的话题就围绕着这个病 给大家展开 咱话不多说 让我们掌声有请 中国医科大学圣经医院 泌尿外科副教授张默老师 欢迎张老师 您好 默老师 主持人好 两位陪诊团好 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来自中国医科大学 附属圣经医院 泌尿外科的张默副教授 张默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圣经医院 泌尿外科副教授 副主任医师 外科学博士 硕士研究生导师 中华医学会 泌尿外科峰会清明委员 辽宁省泌尿外科峰会 青年委员 辽宁省百千万人才 尝试中青年科技人才 尝试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欢迎张老师 提到这个结结 确实就像刚才我们陪诊团 两位小美女说的 我们最常接触的结结 肺结结 甲状腺结结 乳腺结结 是不是 这是我们听得最多的 那节目像我们发来求助这圈有 他检查出来的是肾脏的结结 这个肾脏结结在临床上常见吗 实际上近两年随着这个大家健康 卫生意识的提升 以及包括提检的这种普及 近两年肾脏结结的比率是显著增加的 来到我们门诊的患者当中 有相当比例的不同年龄段的患者 有的就拿着报告问我们 说检查发现了一个肾结结 大夫您帮我们看看 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性质呢 是良性的还是不好的 所以说这样患者的比例 近年来是越来越多了 培训团 我们两位小美女你发现没 人张茂老师说的多清楚 就这个肾脏结结可能以前跟现在都一样 没啥变化 发病的都是那么多 但是由于科技水平提高了 检查意识提高了 总而言之还是社会进步了 导致我们现在发现的多了 那发现的多的是不是就意味着 这个肾癌的患者也多了 他们两个之间有什么联系没有 肾癌可以说是肾脏结结的一类 或者说一部分 终极表现形式 他并不是所有的肾脏结结 就一定是肾癌的 那像刚才咱们这个全友他已经留言了 他已经发现有肾脏结结了 他也是体检出来的 那他这个时候到医院 他还需要继续做什么检查 还需要怎么看判断 到底是癌还是普通的结结 现在我们主要依赖于这种影像学检查 来进行进一步的判断 比如说到底是良性的结结还是恶性的结结 我们一般比如像这样的患者来到我们的门诊之后 我们一般会推荐患者进行一个肾脏的增强CT 肾脏增强CT现在有非常高的敏感性 大约能达到90%到95%左右 也就是老百姓所说的八九不离十 你进行一个肾脏的这种增强CT 我们通过打脏剂看这种对比的强化程度 就能对您的这个肾脏结结进行一个大体的判断 那对于特殊复杂的肾脏结结 比如说我们通过影像学检查 难以判断这种结结的性质 我们可以采取一种细针穿刺活检的方式 取一点组织 然后进行一个病理学的检查 来最终明确这个患者的疾病性质 因为我们是一个健康服务节目 我们一直在倡导社会 对待健康问题一定要早发现 早预防 早诊断 早干预 早治疗 反正就是强调一个早字 但是早发现它和晚发现 在临床意义上有多大区别 那在这儿我也卖个关子 也来请教一下我们的这个主持人和两位陪诊团 考一下大家 那您们认为说如果早期发现了肾脏结结 这个五年的生存率大约能有多少呢 患者的五年生存率 我估计发现要是很早的话应该都能活下来吧 我觉得百分之百呢 没问题啊 活着 那我说个极端呢 反正我知道就是胆囊癌一旦发现确诊了 是胆囊癌五年存活率不到百分之十 那我觉得肾癌能比它强点 百分之二十 我们看这个两个回答 一个比较极端的百分之二十 一个是这个五年能有百分百的生存率 非常乐观 实际上呢 对于这种早期的肾脏肿瘤 五年的生存率还是很好的 对于这种早期的T1期 甚至这个肿瘤小于四个厘米以下 我们叫TA期的五年的生存率能够达到百分之九十 什么概念呢 就是说比如说我们患者得到了合适 适当的治疗以后 五年后我们一统计 发现100个里头患者至少还有90个还都健在 就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接下来问一问主持人和两位陪诊团 如果是晚期肾癌 我们看看患者的生存率大约会是多少呢 我觉得如果发现了晚的话 就可能还没发现呢 就都不知道自己得了肿瘤 就已经告别了肿瘤的人 就晚到极致呗 你说的就是速度特别快 生命特别快 我觉得会是吗 我这东西发现晚可可可太差了 我觉得怎么样给一年有个缓头吧 还给织一织啊 放化疗什么 罗马齐糟的 夹在一起 猛攻之下 矜持一年没问题 我接下来呢 来揭晓一下答案 我们这次回答呢 我们的小鱼回答的这个问题 基本接近 如果是对于晚期肿瘤的话 无论我们应用什么样的治疗方式 比如说靶相治疗 或者其他综合手段 但是也就为患者平均争取 大约一年左右的这样一个生存期 所以说早期发现和晚期发现 患者的这个生存期是截然不同的 你比如说那肺癌 刚才我们说了肺结解跟肾结解很像 那肺结解肺癌那它可可血呀 对不对 肾癌它也不会可血呀 尿血吧 也对应该有尿血 对不对 再有一个这个平时老说肾疼肾疼 但据我所知那肾脏轻易不会疼 是不是 它会发出这个一些什么信号 让我们知道吗 是这样的 今天给大家带来三个 关于肾脏肿瘤的警报信号 实际上我们看肾脏肿瘤 也有这种典型的三连症 我们看看第一个 腰痛 腰痛 比如说这个肿块啊 逐渐增大到这个压迫到周围的气管 患者有的就会出现表现腰痛的症状 说到腰疼这个事儿 我想问问你们两位 你们腰疼过没 我们年轻着脑从来不腰疼 但是我会觉得这样 比如做的时间太长了 腰肌老损可能也会疼一会儿 对对对 那假如说我要是出门睡一张软床 特别特别软的床 第二天早上起来腰疼 我们觉得有时候患者确实会比方说 腰疼哪疼啊 它一直我觉得都是脊柱正中 像腰搓这种疼 我觉得像比如开车时间长 久坐录节目 这种它不是肾痛 我觉得肾的位置一般比较高 在累积角的地方 而且它左右侧 它都能明确说出来 其实咱们这说来说去 说的都是什么呢 普通人经历的那种腰酸背痛 骨骼运动系统的疼痛 真真正正肾脏带来的疼痛 咱没经历过 是不是 刚才您说这是第一个症状 那第二个症状表现是什么呢 第二个症状表现呢 我们来看一看就是出现了血尿 当这个肿瘤体积增大的时候 寝迫集合系统的时候 患者也会出现这种 无痛性的肉眼血尿 张老师 我这有个疑问想跟您说 您刚才不是说这个 肾癌的患者 他有腰痛的症状吗 这怎么现在还无痛血尿呢 解释一下 这个无痛性血尿是指排尿的时候 没有疼痛 腰痛的那个疼痛呢 不是一个范围内的 说这种无痛性血尿是患者 在排尿的时候 能够看见尿血 但是呢整个过程当中 没有这种尿道的刺激性的疼痛 你这一说我想起肾结石患者 有肾结石正在排石 石头都已经到尿路的时候 对 那一般排尿的一般流着血 然后一般剧痛 不是这种感觉是吧 不是这种 好 这是第二个症状 那么第三个症状是什么呢 第三个症状呢 我们来看一看 就是可以门疾的 或者可以摸到的 这种腰部肿块 就是这种肿块 在我们腰领手摸能触及到 那得多大自己摸能摸着 对 自己能摸到 实际上我们前面所提到的 这个肾癌的三连症 比如说腰痛 血尿 肿块 实际上是晚期肾癌的 这样一种表现 现在随着体检的早期发现 像这样三连症的患者 都不是很多了 但是像陪诊团您提到的 这个说多大的肿块 能被触及到 我们进行触诊的时候 当然都是晚期肿瘤 我们可能能摸到 一手我们会拖在患者的背部 另一手在患者的前侧辅侧 让患者随着呼吸 我们进行肾脏的一个触诊 如果这个肿瘤比较大 决定的大于10厘米 或者15厘米以上 我们确实会在肾脏的表面 也门迹到质地比较硬的这种种物 需要叫做柠米减不得出 邦总有把握 2283-7999 邦总笑喘病医院 提醒您稍后节目更精彩 让老慢知告别可谈喘 让笑喘、漫总肺 不再反复发作 健康朋友圈 联合印度孝顺病医院 共同打造 任爱夫妻公益活动 详情请咨询 024-2283-7999 好消息 冬饼夏至 高珍堂中医感恩回馈 即日起 每天赠送价值228元三七粉五十份 高珍堂三七粉 精选到底药材 为350目以上的超细粉 溶解性高 吸收率是普通三七超细粉的三倍以上 品质高 疗效好 只要您患有冠心病 心脚痛 心肌梗死 高血压 脑供血不足 动脉周样硬化 脑出血 脑梗死等心脑血管疾病 或者出现心肌 胸闷 胸痛 气短 喘息 头痛 头晕 肢体麻木等临床表现 即可参与报名免费领取 报名电话 400-1044-789 400-1044-789 400-1044-789 患喘慢阻费 燕都有把握 2283-7999 燕都哮喘病医院提醒您节目马上开始 癌症是很狡猾 定期医院检查 早期把现行抓 很多解决办法 张教授很多根据我之前的了解的 这个肾癌的治疗方法 好像和其他的癌症都不太一样 嗯 对对对对 因为我之前啊 看到过一个新闻 这个新闻是说有一名患者呢 好像都已经发展到了这个肾癌晚期了 最后啊 这整个肾呢都切除了 我还准备了一个照片啊 大家一起来看一下 这个画面稍微有点血腥啊 有点吓人 那个肾癌啊 有哪些治疗方法呢 好像放化疗对于肾癌来说特别少吧 嗯 对的 是这样 针对肾癌呢 如果这个肿瘤局限于肾脏组织 那我们首选的方式还是进行手术治疗 根植性的手术切除 嗯 那么其中80%的肾癌 我们称之为叫肾透明细胞癌 像肾透明细胞癌对于放疗和化疗 均是不太敏感的 所以对于局限性的这个肿瘤患者 我们进行手术之后 几乎是不进行这个后续的放疗和化疗的 哎 你要说到这个肾癌的手术啊 我想起我们台里的一个老领导 退休之后几年没见 后来偶尔再见面的时候 我发现他老了很多 那作为下属肯定得问他问暖啊 怎么回事这么多年呢 瞅着头发点白了 他说哎呀 老铁你不知道啊 那个哪年哪年我摘了个肾 嗯 我们都很紧张 怎么了 能怎么的 啊 哦 咱们知道了 肾上有肿瘤了 但是他把这事说得很简单 我就是摘了个肾 是这样的 对于不同的肾脏肿瘤呢 我们采取了不同的手术方式 给大家简单的举一个模板来看一下 我们看看针对不同的肿瘤大小 体积和肿瘤位置 我们采用的治疗方式也不一样 比如说位于肾脏的上级或者下级 体积小于四个厘米的这样单发的肿瘤 我们一般进行这种肾部分切除手术 也就是说把肿瘤的部分切除 而予以保留健康的部分 但是对于肿瘤体积 比如说过大的 大于四个厘米 或者说已经侵迫了我们的集合系统的 这个时候就不适合进行保留肾脏手术 而是取而代之采用根质性整个肾脏切除的方式 武林争霸震撼来袭 第三届白云山副方单身杯健康舞争霸赛即将开战 沈阳 大连 本溪 普顺 四大赛区同时启动 身姿恶挪 舞步绚丽 阳光向上充满期待 幸福中国人舞动健康梦 第三届健康舞争霸赛正在火热报名中 快来挑战吧 这有一张图示给大家简单的讲一下 我们肾部分切除手术是怎么样保留肾脏的 我们看从最左边这幅图片 比如说肾脏的中下级 有了一个这样的局道性的肿瘤 然后我们进行肿瘤 肿瘤以及周边肾脏组织的这样一个完整的切除 切除掉之后呢 我们再用缝线把剩余的肾脏进行一个缝合 这样既达到了肿瘤的根植性切除的手术目的 又为患者保留了健康的肾脏组织 从而对患者的会议是非常大的 这个手术的形式像什么 家里土豆生牙了 弯下去 弯下去 感觉有点像 主持人我觉得这个描述非常生动形象 实际上我们和患者在日常的 或者术前交流 术前手术交代签字的时候 我们也和患者这样举例 就是说举例的 比如说肾脏就像一个土豆 这个地方发牙发坏了 我们用这个根植 汤勺也好把它弯除掉 但是弯除掉肾脏之后 不同于土豆 它会出血的 我们需要拿缝线 把这个创面进行缝合就可以了 但是我们了解到 就是手术它有这个微创手术和开刀手术 那很多患者就会说 那如果我选择微创手术的话 会不会有切不干净的这个情况 实际上这个问题 我们经常会有这个患者来问我们 经常甚至有的这个大爷大妈都说 我就要选择做开刀手术 我觉得开刀手术切得干净 实际上这可能是一个 对肾脏肿瘤手术的这样一个误区 那像在这个我们医院或者病房 几乎90%的肾脏肿瘤 都可以通过微创的方式进行切除 相对于这种开刀手术的大刀口 出血多 恢复慢 微创手术还是具有着诸多的优势的 甚至包括在北京上海发达国家 甚至等等 微创手术就分为 俯腔镜手术和机器人手术 一定是未来肿瘤治疗的 这样一个发展方向 因为我们的科学技术 包括医疗技术也都在逐渐的进步 所以说关于切除范围方面的担忧 大家可以大大放心 让老曼芝告别可谈喘 让哮喘慢走肺不再反复发作 健康朋友圈联合印度哮喘病医院 共同打造 让爱夫妻无益活动 详情请咨询024-2283-7999 好消息 冬饼夏至 高珍堂中医感恩回馈 即日起 每天赠送价值228元 三七粉五十份 高珍堂三七粉 精选到底药材 为350目以上的超细粉 溶解性高 吸收率是普通三七超细粉的 三倍以上 品质高 疗效好 只要您患有冠心病 心脚痛 心肌梗死 高血压 脑供血不足 动脉周样硬化 脑出血 脑梗死等心脑血管疾病 或者出现心悸 胸闷 胸痛 气短 喘息 头痛 头晕 肢体麻木等临床表现 即可参与报名免费领取 报名电话400-1044-789 400-1044-789 400-1044-789 便宜 真便宜 东阳极荡红木工厂 现将库存千款精品红木 全部两折起工厂价销售 花梨小方凳每天限量价99元 古典花价金爆价299元 黑钻支搬台两箭套 一口价18000 花梨全物26件精品家具 仅需39800 每天打电话报名的前50名到场顾客 免费领取198元红木筷子或手串 7月10日至7月18日 竟在沈阳中间 盛京龙城商场四号门 再次感谢张教授今天的讲解 同时也感谢两位陪众团 小美女 痰癌不再色变 预防治疗是关键 早预防 早发现 早诊断 早干预 早治疗 相信我们可以 一定可以战胜肿瘤 我是中卫科大学 附属圣经医院 面倒外科的副教授张默 想健康别彷徨 朋友圈为您领航